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ld Man 各位看到這個周圍的地圖 以及這個奇怪的飛龍了沒有 那這是一張老頭找到了一張新的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這不是今天的主題以及重點 為什麼老頭今天會來這張地圖呢 然後我現在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有沒有 其實非常的簡單 今天老頭呢就是要來召喚一下 一個新模組的一些新恐龍 那這個模組是大陸人製作的 然後呢 他說他這個作者最近呢 正在整合這個模組 他可能到時候會出一個類似像是 滅絕或者是起源類型的這種模組吧 那他暫時先釋出了一些恐龍的樣子 那我非話不多說 今天我們這一集就只是在做召喚跟介紹而已 所以說沒有太多多餘的什麼來勢生存 沒有全部都只有召喚而已 好不好那非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來開始 然後那非龍非就給你們欣賞一下 好 來 我看一下我們第一隻先召喚一個叫做噴火龍的好了 泰克火龍 這個作者做的泰克火龍會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稍微來試看看 但是在試之前 我想要先把 我想要先把這個 強訓的指令先準備一下 等我一下噢 靠北按錯了 這個也按錯 強訓的指令 來我們先來準備一下強訓的指令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叫泰克火龍的一隻到底強不強 來來來來 召喚一下 噢呦 凶狠 哇 這個有點大隻 先強訓你再說 哇 欸等一下這隻泰克火龍根本就是幻影飛龍的圖片體嘛 那上面寫實驗兩個字有沒有 這隻還在測試階段 哇靠 大型幻影飛龍 大型幻影飛龍問世了 各位曾經玩過起源的 或者是看過我起源影片的各位兄弟們 咱們的幻影飛龍呢 又復活了 不過這是幻影飛龍改 看見了沒有 哇靠 你看他身上這個裝甲 做成這個樣子又這麼大一隻 幻影飛龍的翅膀是隱形的 他的是這種類似有波紋的那種感覺 我們看一下右鍵有什麼功能 噴火 哇 咬一下17萬 等級一咬一下17萬 你在跟我開玩笑 C鍵呢 C鍵也是噴火 他只好C鍵噴火的功能而已 右鍵也是噴火 噴火有燒到十幾萬 哇 這裡有夠大隻的耶 你自己看 他 它多恐怖 我的人 我的人就在這裡了 我的人就在這裡了 要把什麼東西咬死我拿到什麼東西啊 哇 我還拿到皮膚耶 呵呵呵 然後這個好像是這個 這個地圖裡面的一些特殊道具啊 這到時候再研究 好不好 來來來 哇 哇 拿到好多這個喔 高級的高級的什麼水晶樣 水晶的樣子 好 看一下可以點什麼能力 好 那把他咬掉噴一堆龍奶是怎樣 好 還拿到這個頭顱耶 可以裝飾 好 直接在他身上噴出來了 剛好有一個弓 雖然 雖然我沒什麼在用就是了 來 幫我全部丟掉 太佔位子了 你看呢 血一開始就各時百千萬 十萬 就五萬多了 點一下加 點一下加十萬 各時百千萬 十萬 對 點一下加十萬 一百一百萬 攻擊的話呢 成長倍率呢 也是非常的恐怖 不用講了 移動速度呢 每點一點加二十 所以說我現在是 可以飛超快的嗎 欸 真的 我現在飛超快的 哇靠 超丟的 這個作者 這個 果然外國人 不是外國人 國外大陸人都超強的 他們做這個模組都很細心 你看 在這個 在這個 飛龍的後腿上面再加裝很像噴射 噴射引擎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超酷的 然後呢 配合這張地圖 感覺就像是新方舟的概念 新方舟崛起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新方舟崛起 目前這邊呢 這個地區呢 我給你看一下地圖 而且怎麼模糊的 這個 這個 這張 這張星圖呢 它的這個 顏色呢 做得非常的漂亮 還有分布沙漠 然後草叢 叢林 跟岩漿地帶 分布的非常的 所以說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區就是在這個 飛龍場 飛龍的區域 各種飛龍都有 好 我們飛到路的時候 我們再找下一個 這個是我們的 泰克飛龍 我們來看下一隻 等一下 我必須設定一下被動 不然等一下它把我的召喚出來的恐龍咬死 這個直接就叫戰神了 我們來看一下戰神 不是那個克雷多斯的戰神哈 戰神 欸 召喚直接馴服欸 哇靠 這就是我們的戰神是吧 OMG 等一下它馴服出來有時間限制喔 它上面寫 可是時間根本沒在動阿 所以說這還在測試階段就對了 戰神欸 可以騎嗎 欸 可以欸 OMG 咬一下39萬 死亡火焰 它做這兩樣功能 我的天阿 血量一樣 然後 血也是回超快的那種 然後 攻擊力也是很誇張 但移動速度就沒有這麼的優了啦 點個200戳戳有餘阿 OK 好了 移動看看 咬 哇 500多萬欸 500多萬了 太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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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範圍又很廣 噴一下火好了 燒不到 燒一下 哈哈 火焰燻掉了 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我還是不如用咬了算了 用咬的AOE範圍還比較廣 我已經殘害了不少生物了 欸 你想去哪裡阿 暫停 呃 呃 來給你們看一下喔 它的樣貌長什麼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戰神 戰神嘟嘟 我看上面還有一個很莫名的光環有沒有 還不錯 我們為了時間 時間 節省時間呢 我們趕快介紹下一隻 好 我趕快介紹下一隻 一樣幫你射被動 不然等一下你又攻擊別人 下一隻是叫做大眼 好 大眼 看一下大眼叫 大眼是在幹嘛的 大眼 欸 召喚出來直接馴服 為什麼你又叫大眼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你叫大眼了 你這個眼睛也太恐怖了吧 唉唷 還蠻嚇人的欸 那上面寫嘟嘟暴王龍 大眼是吧 右鍵 一樣噴火 C鍵 沒功能 你就只是叫大眼而已 大眼蛙的概念 顏色長這副德性 任何的配點都差不多 好不好 我們直接帶過了這就叫大眼 大眼哥 少嚇人的 好 你不要給我帶那個瞳孔 瞳孔放大片 變得真不得性 太可怕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叫做布袋 為什麼啊 奇怪 這名字都取得有點怪怪的欸 這看布袋嗎 是 頭上帶了布袋的嘟嘟暴王龍嗎 好 也是一樣馬上被馴服 哇 這個就屌了 這個就屌了 這作者到底怎麼做的 怎樣 可以告訴我這作者到底是怎麼做的嗎 難怪叫布袋 他名字叫什麼 一樣叫嘟嘟暴王龍 其實血量是三雙開始 欸他這個 好屌喔 這到底怎麼做的啊 這根本就是一個 碳纖維 碳纖維 碳纖維嘟嘟暴王龍欸 感覺有一個複製體的感覺 好會喔這個 真的很會欸 攻擊一下 咬一下15萬 看布袋 看布袋 看布袋嘟嘟暴王龍 又一件一樣是噴火 沒什麼新功能啊 就只是外觀 外觀酷炫罷了 外觀非常的酷炫 太丟了 看布袋 看布袋嘟嘟暴王龍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叫做什麼 骨架 骨架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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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唉唷 哇哇哇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來先強訓你 喔好家在 好家在為我先強訓 喔這叫骨架暴龍是吧 我們看一下喔 飛起來 好啦名副其實骨架暴龍 只是多了一些像水銀的波紋 我們來看看 移動速度特快 然後走路又沒有聲音 聲音特別的小 聲音特別的小 初始血量稍微低了點 這有點小小的遜色了一下 右鍵是什麼 火叫不會噴火 我覺得他是外觀做的比較多的樣化 但是呢 一些能力之類的 還需要有待 有待更 有待更新 有待改良 這充其量不過就只是很一般的 霸王龍而已 因為你看他的攻擊力非常的低 是不是 純粹就是給你看好玩的 反正呢 這就是中毒的暴龍就對了 你看長這負責性 好不好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最後一個 就是泰克暴龍 這個是泰克暴龍 我們來看一下泰克暴龍長什麼樣子 泰克暴龍 這個就有放BGM了 屌喔 上面寫個箭頭是怎樣 要上他嗎 好我上你 好被上了 哇 他放這個BGM屌欸 右鍵 啊 左鍵攻擊 按C鍵 沒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欸 要跑去攻擊了 自動攻擊喔 我的天阿 來來來來 飛起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全身水銀 鍍金 鍍銀 然後要加上泰克裝置 這是黑化的泰克暴王龍 屌 黑化的泰克暴王龍 我覺得我們還是回去看我們的幻影飛龍好了 還是我們的幻影飛龍獲得大家的喜愛阿 BGM可以結束了 請停止BGM OK 看見了沒有 還是這隻最屌 哥還是最喜歡這隻的 好不好 OK 那麼今天這個稍微的簡介的 簡便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阿 那這個作者呢 他可能還會再釋出更多的新恐龍 那這些恐龍呢 到時候可能就會像滅絕或者是起源 或者是 來勢吧 或者是永恆那種類似的那種套路去前進阿 那目前都只是測試版 所以說這些恐龍呢 基本上沒什麼威脅性 也不會攻擊你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阿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或者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